那一年應該是我騎車以來影響最大的一年 U23等級的賽事 不是青年這種賽事的感覺 因為青年不管你是歐洲當地的選手 你上到U23來 你都是唯有一點是苦的 因為你需要適應 當然還是一樣的 我用了那個傻鏡 就一個人就去了 那時候我就是一直這樣 一天一天這樣撐著 真的是撐著 但是我每天都牽著腳踏車出去完成 該做的課票 完成率都是百分之百 雖然我比賽比不完 但是完成率都是百分之百 我就是相信就是 做了就是會不一樣 我相信還有更難的關卡 我相信但是 這一個過程 讓我的 mental 就是讓我的整個人變得更強 不是說在單車上的人 但是在心態 我覺得是提升最多的 我非常感謝自己那時候 是這樣想的 也讓我之後要面對更難的挑戰的時候是 我可以不要說輕鬆 我相信沒有輕鬆的挑戰 但是我可以比較冷靜 我覺得那個冠軍對我來說 是別具有意義的 因為一整年的 我是完全沒有成績的 甚至是完賽都有問題的情況下 我覺得那個冠軍 完全印證了我那時候跟你說的 我每一天告訴自己的那個 那個話是對的 所以那個 剛好也是我那一年最後的比賽 我就休息 然後之後為明天備戰的時候 我是完全是新的一個我 重新為革年備戰